找我孩子 現在是怎樣 你怎麼死了 看完廳一走出地檢署 投訴女子的委任律師破口大罵 前方快步離開的男子 就是被控訴在電影院 毆打女生的靈性男子 來頭可不小 還差點和記者拉扯起衝突 既然說 他說謊 你出去小心一點 去外面小心一點 在檢華面前 既然說出這種話 戴眼鏡笑容親切 時常和女兒合照 婦女倆感情相當好 臉書上營造出好爸爸形象 他是擔任多年知名高中 前家長會會長 也是中華民國 清廷協會副理事長 在蘆洲經營營樓生意 卻被控動手打人 還囂張搶俠 人是有脾氣的 你今天跟你一樣 男生 你如果人家一直挑釁 你也會因為失控而起衝突 不然為什麼會有吵架 我是削他的 不是我在挑釁他 壞拳打傷女子 邊看電影邊講話 打擾臨座民眾已經不對在先 遭勸阻後 衍生出挑釁歐人事件 鬧上警局 林姓男子反控是 女生先動手 在戲院裡面 第一他的口氣 第二他的身材 第三他短頭髮 第一次出拳那麼兇狠 你不知道他是女性 對方是男生就能動手嗎 公眾場合不顧其他民眾權益 大聲喧嘩打叫鬧事 鄰居得知 林姓男子打人哀告 其實並不意外 可能他最近家庭的關係 遇到事情比較暴躁 還可以 形勢衝動 情緒管理不佳 一生起氣來就揮拳傷人 儘管當了多年 家長會會長 為學校貢獻 但打人行進 卻給孩子們做了最壞示範 記者流水溫塞安 新媒體報導